接下來我們要上的東西叫聽覺 要講到耳朵裡面的事情 當空氣傳聲音這個聲波 打到我的耳朵裡面 進到我的耳朵裡面 因為它一出一密 所以氣壓會不一樣 所以就會推動我的耳膜 也跟著一起振動 耳膜的振動之後 就把這個訊號透過三小聽鼓 傳到大腦 大腦就說我聽到了前面有老師在講課 中間這個過程 我們有外 內 中文那邊 有三小聽鼓 有聽覺神經 有大腦 中間任何一個地方出問題 你的三小聽鼓碎掉 你的聽覺神經傳導有問題 你到那一區壞掉 你就聽不到聲音了 就是耳朵裡面的事情 那個是醫生的事 醫生的事情 你能不能聽到那是醫生的事 我們就不管了 那最後聽到的是你的大腦 所以如果你吃了一些不該吃的 喝了一些不該喝的 你的大腦發生一些奇怪的變化 你就會聽到一些別人聽不到 幻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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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聽到一直有沒有跟你說 把他殺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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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那就幻聽 就是聽到一些別人聽不到的 這就是耳朵的構造 聲波從外面 經過你的耳殼收集 經過你的外耳道 然後進入裡面 有三小聽鼓 然後有聽覺神經 傳到大腦 你就聽到了 就聽到了 但是 我們人耳的聽覺 是有個範圍 有個限制的 基本上我們交交二十赫到兩萬赫 還有一些細節問題 跟大小聲 還有每個人的情況不一樣 所以這些問題 如果你太高或太低 你就會 聽不到 太高或太低 聽不到 二十到兩萬赫 每一種動物不一樣 你可以看到 那個狗啊 可以聽到比人高一點點的聲音 那個蝙蝠很恐怖啊 低的比人的更低 高的比人的更高 聽不到很多 所以以前啊 看過一個影片 美國的都有院子嘛 院子裡土撥鼠做怪 挖一個洞一個洞 很討厭 要把它弄掉 他就去店裡 店裡就送他一個集氣 只要把它放上去 土撥鼠就跑掉了 他就放上去 結果土撥鼠都不見了 狗也不見了 因為他就是發出一個高頻的聲音 讓土撥鼠動為了 雖然土撥鼠就走掉了 人聽不到 可是狗 聽不到 所以呢 狗也跑掉了 結果後來不行啊 把它收起來 收起來之後 狗就回來了 土撥鼠也回來了 不會只回來 所以就是 每個人會聽的聲音的範圍是不同的 請你背 人耳聽覺範圍20赫到2萬赫 然後如果在2萬赫以上的 我們就稱為超聲波或者是超音波 超聲波超音波 有一些應用 蝙蝠聲納都是利用超音波 蝙蝠我們在後面講回音的時候會再提一次 有超音波發出去收到 OK 婦產科醫生檢查 你們出生之前 你的媽媽應該都做過這個檢查 說不定還有人留下你當時的那個照片 那個影像 就是利用聲音打到肚子裡面 透過反射什麼的情況 找到那個影像做解 還有做別人檢查 除了胎兒是最平常知道的 還有一些別人是用超音波做檢查 超音波檢查 OK 非破壞性檢驗 然後震盪 這個在眼鏡行都有 你到眼鏡行時候把我的眼鏡洗一洗 打開放進去 蓋起來 超音波震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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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東西 這是他一切的一些應用跟現象 瞭解一下 要被人耳聽覺範圍20赫到2萬赫 要知道2萬赫以上叫做 超成波 停車戰界問 你能夠聽得到蚊子的嗡嗡嗡的聲音 但是聽不見蝴蝶拍翅膀的聲音 是為了什麼 剛才我講過了 我一開始就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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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帥哥美女 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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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立 為什麼 頻率太低請坐 我們講過要急速這兩二十赫以上 兩二十赫以上 兩二十赫以上你來聽得到嗎 聽得到 聽不見 OK 孕婦檢查經常用超聲波 然後呢 可是人聽不見 請問你人為什麼聽不見 為什麼人聽不見 為什麼人聽不到 那是為了什麼關係 十四號有嗎 有 十四號 十四號有嗎 為什麼呢 頻率怎樣 太高 請坐 因為頻率太高了 人耳聽覺範圍二十赫到兩萬赫 太低 聽不到 太高 一樣 聽不到 就是這樣子 這就是我們的重點 請記住人耳聽覺範圍 記住 兩萬赫以上叫超聲波 這就是這邊的重點 OK